新加坡联合早报日前报道,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接受日本经济新闻采访时表示,机会和市场都在中国,各国不能不和中国做生意,并且欢迎来自中国的投资。 李显龙指出,中国在全球经济中善比以增加,与中国有更多贸易往来是正常的,不与中国发展贸易会付出很大代价。 他表示,中国一直参与亚太地区事务,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和全球发展倡议,新加坡支持这些倡议,也是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响组成员。 李显龙表示,随着中国经济发展,中国的影响力不断扩大,是几乎所有亚洲经济体的最大贸易伙伴。 中国创造了合作贸易繁荣的机会,许多国家都想把握中国发展带来的机遇,希望与中国有更多贸易往来。 新加坡今年是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轮值主席国。 李显龙说,CPTPP是个开放的组织,达到CPTPP高标准的经济体都能加入,新加坡欢迎中国加入。